菲律宾竟向中国索要赔款 喊话下次冲突用刀对砍 背地里认怂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在前不久引发关注的 人海交事件之后 近日中非举行南海问题 双边磋商机制第九次会议 关于这次会议 声明的措辞是 双方进行坦诚 建设性的交换了意见 从这个表态来看 就知道没有达成什么共识 外交部回应的也是 有实质性进展 但仍然存在重大分歧 而就在外媒之后 曝光的一些内容来看 菲律宾是越来越蹬鼻子上脸 据《路透社》报道称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表示 非方要求中国海警 归还缴化的七支自动步枪 并且支付六千万 菲律宾鼻所的赔偿金 补偿上次冲突之后 修传等一些费用 另外还得单独补偿 那个断止士兵的医疗费 菲律宾方面 有没有在磋商会议提出这些条件 还不得而知 但看看这个离谱的要求 既无语又好笑 从来都是战胜国所要赔款 不知道的还以为菲律宾大获全胜 向拜方所要赔款 我只能说佩服他们的胆子 赔款 这个逆临也敢摸 新中国成立以来 跟中国交过手的日本 美国带头的联合国联军 越南印度 哪一个敢向中国要过赔款呢 菲律宾是什么实力呢 想要中国归还缴纳的七支步枪 先把中国在2017年援助的 三千支步枪 三百万发子弹 以及束缚瞄准镜 还回来吧 如果都在前总统杜特尔特手上 那倒是不用还了 够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受得了 而断指士兵也是因为他自己把手 卡在了快艇缝隙之间 对于这些武力要求 外交部直接回应 非防自行承担后果 不止这些 菲律宾军方还放话 如果在南海菲律宾军队再次遭受中国海警袭击 他们将以同等程度武力进行反击 他的意思是 如果中国海警使用刀具 菲律宾人员也将使用刀具 这方面菲律宾还是可以向印度取取经的 即使用冷兵器对凯 他们面对中国也是毫无优势 等于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虽然看着最近菲律宾军方表态特别强硬 但背地里行动还是很怂的 布拉纳说马克思已经指示军方缓和南海局势 而且最近突然有个消息 菲律宾陆军发言人德马阿拉表示 之前美飞兼命间联合演习中 美国趁机部署的提防中程导弹发射系统 预计在9月之前就撤走 美军部署中导系统这事 菲律宾国内反对的声音还挺多的 认为自己不能控制 美国随时可以把菲律宾变成战场 更何况最近中国主力舰艇全都聚集在南海 航母煽动舰直接到菲律宾 履送岛北部附近活动警告意味浓厚 平时菲律宾冲床岛礁送补给 面对的是中国海警相对温和 而且是在执法活动范围不会大打 但这些大型海军舰队不是开玩笑 如果真动起手来 菲律宾会有什么后果 他们应该想过 所谓赔偿 对刀砍什么的 无非是硬给菲律宾国内看看的 看个笑话就行了 只要菲律宾还敢在南海硬要动手 那么他们只会得到中国更强硬的反击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